中共海巡被抓包 美国航母前往台海戒备 中共改口说 中俄关系无上限是修辞 马克龙抵达北京访问 法国、中国各有盘算 福州最富军医曝光 牵出活摘器官内幕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今天是4月6号星期四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在台湾总统蔡英文 在美国会晤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之时 中共5号煞有届时的宣布 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 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 将在最近3天 对两岸直航货船实施现场检查 针对意味浓厚 还派出航母舰队山东号编队 穿过巴士海峡营造紧张气氛 中共外交部 国防部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 国台办四个部门 6号罕见的同步强烈抗议 然而号称正在台湾海峡巡航的 海巡06却很快的被抓包 当天连福建平潭海域都没有离开过 中共的虚张声势再次被打脸 中共福建海市局称 海巡065号已经驶离基地 开启台海中北部巡航巡查 中共央视控制的微信账号 预冤谈天 微信等宣传工具 都配合造势 贴出了短影音 说是现场画面 直击海巡06巡航 但是台湾媒体发现 离开基地的海巡06画面当中 有陆地 于是提出了海巡06舰是否靠近台湾 舰上拍摄影像 可以看到陆地等疑问 紧接着台湾的军事迷温约瑟在推特提供的航计图对比 发现海巡06根本没有离开过福建平潭海域 台湾海巡署也表示 经查证 媒体所称海巡06从舰上拍摄影像看到的陆地 应处于中国大陆沿海区域 但是对于中共可能采取的进一步军事行动 台湾 美国 日本都在严密地监视 4月5日 中共航母山东舰通过巴刹海峡 进入台湾东南海域 台湾国防部表示 由于时机敏感 军方正研判其意图 并且派潜巡防舰应对 而美国海军尼米茨航空母舰 也在台湾东部约400海里出售后 国防部指出 山东舰一离开母港 台湾军方就已经掌握 台湾国军海空兵力及陆地雷达系统 全程掌握动向 严密监控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 今天也发布首次拍摄到的山东号照片 同时公布陪同舰 仅有054A型飞弹护卫舰 和091型综合补给舰各亿艘 至于美国海军尼米茨号航母 也来到了台湾东部海域戒备 美国国会一位资深议员说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遏制侵略 媒体报道 这次蔡英文和麦卡锡谈的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美国两党再次承诺更好的武装台湾 加快武器的交货速度 阻止中国的侵略能力 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 曾被两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 共同宣称为有意无上限 但是中共官员现在突然改变口风 说无上限的有关说法只是修辞 中共不会向俄罗斯供应武器 用于出兵乌克兰等等 这令外界揣测中方的真正意图 纽约时报4月5日报道 他们在欧洲外交使团出发前往中国之前 对中共驻欧王大使傅聪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采访 期间 傅聪突然一改中共过往的口吻 中国关系无上限的说法是被有部分人故意曲解了 无上限纯粹只是一个修辞手段 并且信誓旦旦的表示 中共在俄乌战争上也没有站在俄罗斯的一边 没有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甚至说中共政府没有承认 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包括克里米亚的吞并 以及对顿巴斯等乌克兰领土吞并等等 至于为什么北京方面至今没有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他就解释是因为北京方面理解俄罗斯出兵 阻止北约扩张的理由和根据 而且中方认为这场战争的根本问题 比西方领袖所指出的更为复杂 法广报道 中国领导人强调要通过和谈来解决乌克兰危机 但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邀请习近平通话 斡旋俄乌冲突时 两个多礼拜过去了 中方始终没有任何的表态 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对此又辩解说 没开启对话并不意味着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站在俄罗斯的那一边 报道说北京一直没有谴责过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习近平连任第一站出访 选择前往俄罗斯 习近平在俄罗斯的表现 让欧美期望中国说服俄罗斯停止战争的政治家们 幻想破灭 因此有评论认为站在中共的利益的立场 他是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倒下的 中共通过官员对外一次一次的说辞 只是对国际社会和西方国家的一次又一次的忽悠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继续在中国的为期三天的访问 有分析认为马克龙访华的两大目标 一个是指望习近平调节俄乌冲突 想法是太天真 另外一个是指望更多的经济合作 但是中国的经商风险不可预测 也有观察认为这是中美隔空过招 因为中共希望分化美欧 6日中共总理李强在北京大会堂会见了马克龙 当天晚些时候 马克龙将与习近平主席举行峰会 马克龙此行访华 俄乌战争被认为是焦点议题之一 马克龙在启程之前曾与拜登长时间的通话 讨论中国议题 此外法国官员透露 马克龙预计在访华期间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施压 说服其利用对俄罗斯的影响力 在乌克兰实现和平 或者是至少劝阻其不要全力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动 但是法国费加罗报评论说 马克龙以训受施的姿态出现在北京 想说服中共就好像是训服老虎一样危险和艰难 而北京另有盘算 争取法国在欧洲对华立场上拉开和美国的距离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中共的态度向来是较为强硬 他在抵达之后发推文说 将与习近平和李强讨论欧中关系以及他的未来 并表示跟中国欧盟商会进行了深度的讨论 指出欧盟企业面临许多来自中国的歧视性的障碍 欧洲公司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来投资和提供他们的商品和服务 冯德莱恩此行曾暗示 在最坏情况之下 欧盟可能会终止谋求与中共达成一个里程碑式的贸易协议 德国媒体《南德一之报》报道说 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冯德莱恩提出了几个重点 就是必须认识到风险 并且尽快减少战略上的依赖性 必须了解中共 并且明确地指出 中国早已经不再是改革开放的国家 文章指出 习近平领导下的新政权 以绝对控制国家安全和创造新的世界秩序为目标 这个政权有意识地选择俄罗斯作为和美国角逐的长期伙伴 其欧洲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分裂欧美 马克龙和冯德莱恩的仿中结果 西方国家都在高度的关注 近日大陆媒体曝光了中共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主任医师陈龙的巨额财富 说的是福州最富军医 住大别墅拿4600万买债权包资产或过亿 但是作为中共军方医院的一名军医 陈龙是如何获得巨额财富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公开信息显示 陈龙获得胸心外科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是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即现在的军方联勤第900医院的心胸外科主任医师 还是中共军方胸心血管外科专业学术委员 原南京军区器官移植研究所副所长等等 从2002年开始从事器官移植手术 和陈龙有关的一起买卖合同纠纷 引出了这个福州最富军医 4月3日陆媒报道了他巨额财富的冰山一角 相关的知情人士爆料 陈龙不仅住着大别墅 而且还能拿出数千万购买不良资产 作用十多套房产 开设在香港的股票账户 还有约2000万元的资金 估计个人资产或过亿 作为中共的军医 陈龙的巨额财富是怎么来的 他的工资福利收入究竟有多少 其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内幕呢 根据海外追查国际的调查 器官移植产业在中国是暴力的行业 移植中心是许多中共军队医院的重点效益 可是给医院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同时也是参与其中的军医获利甚多 解放军309医院 器官移植中心的毛收入 由2006年的0.3亿元 增长到了2010年的2.3亿元 5年之内增长近8倍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眼科 年眼角膜移植数量大增 经济效益翻了几倍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大平医院 90年代末开始器官移植 2009年医院年收入从之前的3648万元增至9亿多元 增长了近25倍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报告中说 通过长时间的调查取证 中共军队医院和武警医院及其总后勤部 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牟利的核心机构 陈龙以及隶属的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涉嫌参与中共的活摘器官行为 根据调查 陈龙2002年4月27日 参与实施一粒双肺移植共体窃取 共体为22岁脑死亡男性 2003年到2005年 参与实施两粒肺移植共体窃取 共体均为青年男性 也是脑死亡 2002年到2004年 参与实施五粒共心窃取 共体为青年男性 均属脑死亡 2001年1月11日 参与实施一粒心脏移植 2002年到2004年 参与实施五粒心脏移植 2002年4月27日 参与实施一粒双肺移植 2003年到2005年 参与实施两粒肺移植 根据调查报告 陈龙是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涉嫌活体摘取器官的责任人之一 陈龙已经被追查国际组织 列入追查名单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都说全球的局势 现在是美中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 这两天在美国两组华人 因为蔡英文到访美国 也在激烈的对抗 这里面却出现了一个搞笑的 卧底乌龙场景 在举着中共血旗的华人队伍里面 出现了一个穿着中共红军装 戴着五角星帽子 一脸落腮胡子的老外 手举中共血旗的人 一看这个头戴五角星的 那就知道是自己人啊 于是就问你什么背景啊 大概是因为这些举着中共血旗的这组人 年岁都比较偏大 平时也不怎么上网的原因 他们根本没有看出来这个老外 就是在YouTube和推特上很有名气的 专门制作讽刺中共题材影片的 网红乐乐法力 于是只见乐乐法力说 与其说我是无条件的支持党 不如说是谁给我钱多 我就支持谁 这么说怎么样 他看见周围人看着他的眼神 有点不对劲 赶紧说 等一下我对不起大家 还是要入戏的 不能再出戏了 这段视频在网上热传 大家都说乐乐法力是搞笑大师 因为有网友爆料说 这次参与蔡英文回城抗议 官方说给400美元 结果这些群众演员们 到最后拿到手的被苛扣成了100美元 网友调侃说 能不能看在乐乐法力是外国人的面子上 不要扣她的钱呢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担心错过精彩内容 那么您可以在留言区 留下您的电子邮箱 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节目更新传送给您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